宇宙用那万物并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 宇宙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 面对宇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比如宇宙到底有多大 宇宙还能够存在多长时间宇宙的边缘在哪 宇宙的外面又是什么样的 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很久 甚至有许多人从其一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新的研究发现 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宇宙已经经历了十分漫长的生命 可对其自身来说他仍旧很年轻 那么宇宙的年龄到底是多大了呢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宇宙年龄 是指宇宙从某个特定时刻到现在的时间间隔 测量宇宙年龄的方法有很多 用同位数年代法 测定的宇宙年龄为121年 用球状星团测量法 即用恒星演化的理论来测算恒星年龄 测算出的宇宙年龄为81到181年 可如果从测定的最老恒星的年龄 就为200亿年来看 宇宙年龄至少也要在181年以上 用基于宇宙膨胀理论确立的哈勃常数测定法 德国科学家测定出宇宙年龄为341年 虽说人们历来对宇宙年龄的推测和化定握中一事 但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也普遍认为 宇宙是在约141年前第一次大爆炸中产生的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 2013年3月21日 欧洲航天局公布了太空探测器 传回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全景图 把宇宙的精确年龄修正为138.21岁 这与通过宇宙大爆炸模型分析测触的宇宙年龄相差无几 不过人们对宇宙年龄的探索并没有引起而停止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有些科学家大胆预测 宇宙的实际年龄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年轻 大概是137亿岁 显然我们要真正弄清楚宇宙的年龄到底是多少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位置的探索和对可能性的验证 人们在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时才总是那么渺小 也那么执着 而对于宇宙实际年龄的考察和研究 则需要后来者从多个方面进行论证 毕竟对于宇宙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演化至今的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凿的解释 所以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命题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得出科学的论证 并让大家幸福